大家好,这节课来讲一下新手在绘制物体或者是角色光影的时候常见的一些问题 根据咱们同学交上来的作业呢,发现了很多新手都会犯以下四个问题 我们先来依次看一下啊 希望大家在本周做作业的时候一定切记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了 第一个呢就是画着画着就忘记了光源的方向 比如说这张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小女孩的脸部 感觉这个光是不是应该是从右上方照射过来的 但是到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左肩的这个部分 又感觉这个光好像是从左上方照射过来的 然后整个的身体呢也是左上方照射过来的 因为她在右下方画了这个阴影嘛 然后这边的这个手呢又是右上方的 然后这个裙子呢就是这个也是很多新手会犯的问题啊 就是不管三千二十一我就在这个外轮廓这里去画阴影 这个地方呢也有点分不太清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源了啊 就是可能有很多同学在绘制的时候会去找一些参考 但是说实话咱们找到的参考都只是去参考它的这个形状 至于怎么上色怎么去分布这个光影呢 实际上是要我们自己动脑来操作来思考的 也就是说啊我们用第二周的这个超级借鉴法画完草图之后 接下来要更多的加入自己的思考 让我们的画面去统一 因为你借鉴过来的图可能光源它是不一样的方向 头可能是左上方来的光 身子可能是右上方来的光啊 就是咱们不能直接照搬人家的这个光影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然后有的同学就算是没有再去看原图 直接对着这样的一个草图去画的时候还是会画错 这个时候就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 画完一定要先检查光源在哪 然后我的画面当中啊 是不是所有的物体都是逆光逆着光源去画出这个阴影的 如果说光源从右上方照射过来 那我们就检查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物体的这个左下方都绘制上了阴影 接下来第二个容易犯的问题呢 就这个也是最多同学会犯的毛病 就是不去思考物体的立体结构 其实咱们在画光影 或者是说我们要去画一些什么一点透视的图 最主要的就是为了表达物体的立体感 这个就是我们本章所追求的目标 如果说你画完了这个光影 但是并没有体现出物体的立体感的话 这个光影就白画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两个图 咱们同学就只记得要一刀切啊 但是切出来的这个形状是完全没有顺着物体的结构去走 也就是说本来它是一个弧形的结构 那我们切出来的阴影却是直线的 这样就不对啊 大家可以回到这张图来看一下 就是咱们只有这种立方体 它的阴影面才是直线的 如果说是球体这种表面 它本来就是一个弧面的状态的话 咱们画的阴影这个形状就得是一个弯曲的弧线形的啊 这个阴影的形状其实跟月亮的形状比较相似 所以呢 我们这两个同学 对于这个弧面的这个阴影的处理呢 就过于垂直了啊 就是这个线过于显得有点直了 那咱们要先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完 然后呢在每张图进行一下修改和讲解 第三个是阴影分配比例不太舒适 有的同学呢 阴影面积画的太大 然后有的同学阴影面积画的太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 其实这个同学的画面也多少有点第二个问题 去不是去思考物体的立体结构啊 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存在 但是这个画面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感觉这个阴影 直接把武师的脸披成了两半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 并不是说所有的光线照射出来的情况都好看 特别是在我们画面当中 阴阳脸其实不太受欢迎啊 除非你要去画那个比较恐怖的底光 其实也不太受欢迎 所以呢 我们在课程当中就给大家讲过 最适合我们新手的就是左上方照射光 或者是右上方照射光啊 大家一定要听到心里去 而且呢 我们也给了大家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阴影的绘制范围 就是我们这个阴影呢 要画的占整个面积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 最多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啊 当然你画个五分之一也能接受 但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我们阴影的面积 就像是他一样啊 阴影的面积占我们整个物体面积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 这样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画法 那现实情况确实是很多变的啊 有很多的结构 但是大家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应对那种比较多变的情况 有的这个有的部分阴影是占了一半 有的部分阴影占了这个三分之一 然后因为光源的这个朝向不同 有什么点光源啊 有什么两侧双侧来光啊这种问题 那大家现在还处理不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公式化的就是把它定一个数值 大家按照这个数值去做就可以了 那这边这个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阴影的面积画的有点偏小了 不太够啊 会显得这边这些受光的面会显得比较平 那接下来第四个问题就是阴影漏画的情况 这个问题呢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几个力图里面几乎都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小男孩背后的这个舞狮的皮的内部 他是不是就应该不能受到光的照射啊 然后呢 咱们直接给他吐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这个画面 小女孩的手部在我们身体上面应该也是会产生一个投影的 就是在这样的呃右侧啊左侧来光的情况下 要在身上产生投影也忘了画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啊 就是这个蝴蝶结在这个发孤上其实也要生成一个投影啊 也忘了画 归根结底其实还是没有去仔细的去思考物体的立体结构 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我觉得正方体和球体都比较好理解 因为它比较规则啊 球体你就把阴影化成一个月亮形状 然后正方体呢 咱们就用三个颜色啊 比较受光的面 顶面呢颜色最亮 然后不太受光的面呢 稍微暗一点 然后背光的面的颜色最重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最左侧的这个物体 它的结构就相对于前面来说稍微复杂一点啊 因为这个面它是一个立体的啊 然后呢 它又没有受到光线的照射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背光的 我们要给它画的颜色重一点 就这个部分的这个面呢 和这边的这个面 这个背光面 其实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但是咱们同学有的时候画的时候就会不注意 就这里根本就不给它去画这个投影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弧面 是不是也是 但是这边是稍微亮一点的 因为这里会受光嘛 然后越靠左侧 哎 这个位置就会越来越暗啊 就到这个位置 其实它就已经有点不太受光了 有点背光了 这种弧面啊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画出一点点投影的形式来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两张图的对比 看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物体的上面又放了一块橡皮 这个橡皮它也是一个立方体 对吧 它自己本身也会受到光线的影响 会呈现这个受光面和背光面 然后呢 放在这个原来的物体上面 因为它把光给遮挡住了一部分 所以会在原来的物体上形成一个投影啊 然后呢 我们这些都是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实拍到的景象啊 咱们画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立体的物体 然后受到了来自右上方的照射之后 首先它自己的阴影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再对其他的物体的投影又是什么样子 得把这一步思考到 咱们的这个阴影啊 这些形状可以稍微画的大一点小一点啊 就是没有问题 但是大的方向一定不能出错 大部分同学 就是前几个同学为什么出错呢 他可能是画成了这个样子啊 就是哎 我知道从右上方照过来的光 然后我在物体的左下方去画阴影 就太把它当成一个平面的东西了 去没有去分析它啊什么东西 什么地方是受光的 什么地方是立体的 而是直接就是投影把用一个投影呢 去把整个画面的左下方的物体 全部都给遮了个大黑影啊 然后像橡皮在这个物体上面的投影 他就忘记画了啊 然后这边呢 他本来应该是不受光的面 哎也忘记给他画投影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是需要大家把自己从这个平面世界里面抽离出来 要把自己的画面当中所有的物体都当做一个立方体去画 咱们现在的这个方法呢 不需要你画的特别精细 形状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 稍微画大一点或者画小一点都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至少得把这个物体的立体感表达出来才是对的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捏橡皮泥啊 就是我们课程里面教的方法 确实你得认真的去进行尝试 我们新手啊 现在你平有的同学肯定到现在会想 老师我凭空想不出这些立体的关系啊 那这个时候你又自己想不出 然后你又不去动手去捏一个橡皮泥 再去用这个手电筒照一下 这个这个功夫你不花的话 你等什么时候去花对吧 萌新的时候你都不花费精力 花费心力去做这件事 你等什么时候去做啊 所以这一部分是需要大家认真的去做的 嗯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关节可以动的人偶啊 可能会有同学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 那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在淘宝上搜这个绘画人偶就可以搜到 但是我并不太建议大家去买啊 因为我在绘画上真的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就有的人可能会寄希望于啊 等我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绘画参考之后 我画出来的人物就能好看一百倍 其实不是的就是所有的人偶摆出来的动作都很僵硬 就算我们对着这个人偶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画出来 人物其实还是很丑啊 不信大家投铁的可以去试一试 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 人家画师本来就看上去画的很舒服的一个动作 然后直接用我们超级借鉴法 把他的人体基础的这个结构给提取出来 然后呢去换发型换衣服换表情换成全部都是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就是画型的话啊 这个东西是指望不上了 但是啊 他也不是说一无是错 就是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看光影 对吧 你可以给他改成跟你画面里面相似的一个动作 然后自己用手电筒照一下 这个跟咱们的橡皮泥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点跑题啊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光影的部分 遇到这种结构较为复杂的物体的时候 我们要主动的先给他整体简化 咱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六个字 先整体后局部 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思路 不仅是用在临摹 用在任何的 任何的这个画面当中都是有效的啊 比如说我们就先不要去管细节 先看整体 我们就给他 不要去管他脸上长没长鼻子 长没长耳朵 脸型是什么样的 就先给他当一个鸡蛋 身体呢 我们就先给他当一个长方体 没有肌肉 没有结构 没有什么胯部 胳膊就当成圆柱体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定光源 去思考每一个物体 在我当前的这个右上方 照射过来的光源下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然后呢 在其他物体上会不会形成投影 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先分析一遍 接下来呢 你再对照这个圆图 看一看 好像这个投影 是不是有点忘了 忘记画了 哪里画的又不对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圆图呢 来进行调整和修改 当然其实这部分你画的稍微大一点 或者小一点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有的同学 就是学的特别死板 如果说他买了这个 这个人偶之后 他画出来的那个投影呢 他就必须要是模糊的 他就不会画这个清晰的 然后这个地方 他也连的很很僵硬 所以呢 我是不太建议大家 刚开始的时候 就去过分的依赖这个 这个人偶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呢 我们就先用 先学会我们的超级基建法 先把自己的画面 先变好看再说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依次的讲解一下 我们刚刚的这几个力图 应该怎么去修改 希望接下来的演示呢 能够加深大家对于光影绘制的理解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图 咱们光影绘制呢 有这么四个点 第一个要确定光源 第二个逆光下笔 第三顺应形状 最后呢 概括投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给他确定一个光源 我们先新建一层啊 这一层调成正片叠底的格式 然后呢 我们就定他的光源是右上方 因为这个人物脸是朝右侧的嘛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啊 就是每个画面当中 每一个立体的物体的形状 他都是啊 他都是要在左下方画阴影的 然后这个头 我之前也说过 我们先把它当做一个蛋啊 先当做一个蛋的整体 这个整个画面呢 我们就相当于这样一个蛋 然后中间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立方体 然后底下呢 是一个 是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立方体的形状 然后两边 这有一个球 这有一个球 然后这边有一个竖线 用这样的形状去概括啊 然后接下来 我们先分析一下 这个简洁的 在右侧来光的情况下 这个蛋是不是 这里会受到光线的照射 然后这个蛋呢 可能会在这个 小立方体上产生投影 然后这个立方体呢 也是这一部分会有投影 这一部分会有投影 这一部分会有投影 然后胳膊呢 比较细 我们先不管啊 然后这个裙子也是 这个部分啊 差不多 咱们在这个 三分之一啊 四分之一左右 咱们去把这个阴影的形状 画出来 你看 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阴影的概括 你这里想留白 想让它受光 就受光 想不让它受光 你可以直接给它 画到阴影里面去 都是可以的 咱们就用这样的形式去画 然后呢 我们再去处理的时候 要顺着它的结构 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这个衣服的部分 咱们要顺着结构去画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顺着它去 把这个体态的这个 这个结构呢 给做出来 然后脖子这里也有 对不对 然后我们首先呢 还是先来看一下 咱们的这个头 头部呢 我们就先给它一条线画过来 这个线后面的都是暗布 当然在我们有线条的情况下 咱们这样画是可以的 如果说咱们未来画 没有线条的情况下 你都用一个颜色的话 可能就会出问题啊 如果说我们想要表示 这个发菇的形状 比这个形状还要暗一点点的话 咱们要在这个位置呢 再给它降低一下 这个明度 就是可以去画出三层 甚至是四层 这个头影的颜色啊 咱们这些位置 就是它并不是很受光 而且它更不受光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深的颜色 去代表这个头影 然后我们画了一个 这样的形状之后呢 这个时候可以 来给它进行一下调整 头发把它当作一个立方体 是不是有一个 在这个皮肤上会形成一个头影 然后呢 这个蝴蝶结当成一个立方体 是不是又在头发上 要形成一个头影 然后这个蝴蝶结 把它当作一个立方体 给它一个小厚度 是不是这里也会形成一个头影 这里有褶皱 对吧 褶皱也会形成头影 然后这个 上面 这个小块啊 它也是一个弧线的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 这样的圆柱体来画 然后现在这个圆柱体受到了 这个右上方的照射 所以底下它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底下和侧面的 它都会有这个阴影的存在 然后这些部分呢 我们给它稍微的调一调 这个形 有的同学 就是在画这种阴影的时候 啊咔一下 这个位置就直接这样暂停了 然后我们不要 我们就要给它画的 要么你就是建议 一点一点的引掉 要么就是直接画到底 就是画到头 不要就是画着画着 咔这样去停了 其实很奇怪的 然后我们这边呢 也要画上它的头影 这边应该是蝴蝶结的阴影 底下呢才是头影 如果说你想要做出 这个头影和阴影 不同的颜色的话 咱们可以把头影呢 再加重一下 就直接用一个颜色去 概括一下这个头影的 哎头影的对对对 头影的这个形状 然后这边阴影 然后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稍微啊 画一个 暗面 用来表示这一部分的头发 这一部分头发 我们也要把它去当做一个立体的呀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 这样的 这样的形状的 一个立体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受到了来自右上方的照射 它这一部分它就是会产生阴影啊 就只有上面这一部分可以受光啊 对不对 这一部分你稍微画大一点 或者画小一点都是可以的 反正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那我们就可以去给它用这样的形式呢 去画出它的阴影的不受光的部分 用阴影画出来的地方不就是不受光的部分吗 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思考啊 一边思考一边去看 然后这边呢我们也用这个投影 把这一部分给画上 咱们这个头发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已经画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身体的部分 身体的部分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来啊 我们直接把它给涂黑 这一部分你想要留出一些 想要留出一些能受光的地方呢 我就大家可以去留啊 但是如果说都想一次性把它给涂黑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我这里就留一下吧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这边的这个胳膊啊 这个胳膊肯定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投影 因为上面是一个大袖子嘛 肯定会在胳膊上生成这个投影 然后到这边呢 肯定是背光面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画到这个位置 这一部分它都是不受光的 都是不受光的 我们就直接给它涂黑啊 然后呢这边也是 我们按照刚才的这个部分 把裙子的这个形状呢也给画出来 差不多到这个位置吧 就这个面大家直接可以 无脑去把它涂掉 然后你再想要去 在这个暗面里面去区分褶皱什么的 再去加一个更深层的阴影 加一层啊或者加两层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画成这个样子之后啊 比如说这个它是一个褶皱呀 它这个褶皱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对不对 那所以它在凸起来的这这样的褶皱的情况下呢 我们想一想它现在受到了这个右上方照射过来的光 是不是肯定会在底下的这个面 底下的这个面形成一个投影 咱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画出来 然后这个手的位置 我们这里呢也画几个简单的小褶皱吧 这个手的位置 它是拽着这个裙子的 手一定会在裙子上形成一个很明显的投影 然后呢这部分我们就把它当作圆柱体去画 这些都是不能受到光照的部分啊 不能受到光照的部分 我们给它画投影 然后有的同学想画那个胸对吧 胸你就直接一个一个形状去概括它的这个 鼓起来的地方就可以了啊 就是我们画胸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当成两个圆球去画啊 这个部分确实是没有必要 咱们就把它当作一个 比如说咱们的人体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立方体 然后呢我们胸呢 你就给它当作整体的鼓起来啊 就是立方体上面呢加了一个橄榄球 就类似于这样的形式 用这样的方式去画胸啊 然后我们整个的胸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这样的趋势 然后这个橄榄球现在受到了受到了这个光的照射 那应该是怎么样 这边肯定是这边肯定是背光的对不对 然后橄榄球下面它会有有这个往下的有一个面 它是不受光的啊 然后呢它又在这个本来的这个立方体上会产生一点点投影 对吧 这个立方体可能到这里 所以我们画这个胸部的这个投影的时候呢 阴影的时候呢 咱们就这样去画 我总是投影和阴影不分的 啊 然后呢 大家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的头啊 一定要在在这个整个的脖子这里呢 形成一个大的投影 然后这个脖子和衣服它其实也是有区分的啊 这个衣服肯定也会在脖子在你的身体上形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投影 啊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画一画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它是鼓起来的 虽然说它受光的地方应该会比较大啊 但是背光的地方我们也要画出来 然后 这个背光它鼓起来的部分也会在这个本来身体的这个部分上面稍微产生一点点投影 这部分呢 大家就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啊 画的稍微大一点啊 或者是小一点啊 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画 才可以把我们当下的这个女生画成一个正常一点的啊 就是比较比较正常的 我再稍微改一下这里 嗯 然后我们把其他的部分擦掉 这样去画这个投影呢 才会显得比较正常 也不需要你去思考多么深奥的东西啊 过多的东西不要去思考 如果说你觉得啊 这个这个部分还是有一点点僵硬的话 因为这个蝴蝶结说实话 它应该是高于我们的头发的啊 就这个地方我觉得处理的还稍微有一点僵硬 这看不出来它是两个两个物体 看上去像是一个平面上的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这个位置可以给它擦出一个形状出来 就是让它不要在一个平面上 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体现这个蝴蝶结和头发呢 它之间的一些差距啊 差别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用更深的一层颜色 把我们想加深的地方呢 给它进行加深 比如说这些投影的位置 我觉得都可以去加深 那当然这一步就是更深的投影的这一步呢 呃 如非必要 这一步是选做的 好 那我们这张画呢 就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看一看剩下的 比如说这个画面啊 咱们还是新建一层 正片叠底 咱们选择这个浅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 给它定一个光源 这个光源就应该是 从左上方来的 因为这个人 他人的脸是朝左向 朝左的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人物呢 分成啊 一个大的球 对吧 这是代表这个人 然后旁边呢 又一个椭圆球 这是代表这个海豚 然后底下呢 是一个这样的 插在这个球里的圆锥 啊 是这个意思 然后底下呢 是两条腿 啊 我们就 就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 先变成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形式 然后呢 我们去分析 在这个左侧光源照射的情况下 是不是 这边 先给它画上阴影 然后这边呢 顺着这个球呢 去给它画阴影 然后这边呢 我们在这里画阴影 整个裙子下面 全是阴影 啊 然后这个腿呢 可能 你想让它受一点照射 它就能能 能受到一点照射啊 不想让它受到照射 把它全部都画成这个 阴影的腿 也是OK的 就这个都就是 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嘛 然后我们 分析好了这个最基本的形之后呢 我们就来代入到这个里面 首先呢 先给这个球 先 来一个 我们以这个四分之一的 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 比四分之一稍大一点点的 位置啊 给它画一个 这样的阴影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区分 因为这个头发 它肯定是会在脸部 形成投影的 我们这个投影呢 尽量的 尽量的按照这个头发的形状来 然后这个头 它肯定会在身体上形成一个大投影 我们就直接一个形状给它概括住 就是你想让它有多大 咱们就画多大 你想让它稍微小一点 咱们再擦掉一部分 也是可以的啊 反正这一部分呢 它是整个头在身子上面的投影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画出这个身子 身子的一些投影的位置 这样去画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先以一个四分之一左右的形态画出来 然后再去擦 然后我觉得我本来就比较有把握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部分给留出来了 这样去画 也是可以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方便怎么样去画啊 然后只要是最开始的这个宗旨不出问题就可以了 然后裙底呢 是一定要画暗的 这个裙底其实不包含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小流苏的地方啊 我们画多了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把这个小流苏的部分给擦出来 然后咱们的腿呢 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裙子的影响啊 被裙子盖住的部分 它肯定是不受光的 然后底下这一部分呢 你想让它受光 咱们就画出一点受光的面啊 不想让它受光呢 咱们直接给它画黑的也是OK的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海豚 海豚的这个形状呢 顺着它的结构给画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它稍微的细化一下 比如说咱们的头发 当然我觉得这个同学的头发画的也并不是说特别好啊 咱们只是顺着它去画 我建议大家画这个头发 特别是这个刘海的部分呢 多找一些参考啊 然后呢我们现在 现阶段呢 不建议大家画二次元 咱们等后面你有时间了 再去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画这一部分阴影的时候呢 就顺着它的形状来几条这样的线啊 去表示它的这个阴影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袖子下面 袖子下面是一定要画头影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肯定不受光的啊 然后呢 我们的袖子肯定会把它的手给盖住一部分 接下来手的下面 把它当做一个圆柱体的话 这一部分肯定也是不受光的啊 咱们把这一部分给画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受光的地方 可以画到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它拿手 在拿这个鲸鱼了嘛 这一部分肯定也是不受光的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手 在身体上的这一部分头影呢 先给它以一个形状画出来 然后再去区分 是哪一层的 比如说上面这一层的我们就多画一点 下面那一层的就少画一点 就让这个头影呢 有一个高低起伏的样子 然后至于这些褶皱呢 你想画 你想画这个头影呢 就简单的画一下 不想画也没有关系 接下来这个鲸鱼在身上 也是会形成一个头影的 这一部分一定不要忘记 这个身体好像裙子就 就到这个位置吧 我们先回到圆图 把这个裙子的地方补一下啊 这个同学没有把裙子这个位置 清晰的给画出来 那我们就暂定这个裙子 它指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画出它的头影 这些部分其实都是不受光的 然后这边这只小猫呢 比较简单 结构比较简单啊 我们给它定一个光源 这个小猫的头 它是朝向左侧的 所以咱们这个光源也是朝向左侧 然后这个小猫还是建议重新的 重新再去找一下参考 咱们就先按照这个左侧来 咱们先给它画一个 大面积的这个头影 阴影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脑袋肯定会在身上产生一部分头影 这里就直接肆无忌惮地去画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后面这个 我们可以其实把它当作两个蛋 对吧 这两个蛋的左下方呢 都会有阴影的情况出现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画出来 然后到了尾巴的这个地方 咱们是从这个 后面这个蛋 这里长出来的尾巴 所以它在这个蛋的附近 肯定还是会 不会受到光线照射的 然后到这边 前面一点呢 它可能会受到光的照射 然后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立体的东西 接下来呢 给它画出 不会受光的这一部分的形状 然后这里呢 你想要给它有一点点地方受光 咱们就给它只画背光的面 如果说想让它全部都埋没在 这个暗部里面 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两个手 它是本来是压在头底下的 咱们这样去画 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的 就用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把这个猫的形状给画出来 然后这个只是大概的形状啊 注意咱们这个腿部呢 它会有一个往前走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蛋的情况下 它还多出来了一部分 这个腿部 我们先不用去管什么样的形式啊 就是在本来这个蛋的弧形前面的 它又多出来一部分 所以呢 我们在整体蛋是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部分呢 这个蛋还会有一个受光的地方的存在 所以呢 咱们这个部分还是得给它画出来 这个地方都是受光的啊 用这样的形式去把这个阴影的地方 阴影的形状呢 给画出来 就是你每一次绘制 这个阴影的形状 它都是有原因的 你自己能讲清楚一个原因 说服你自己 那就足够了啊 如果说你自己都讲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画 就感觉好像是应该在这个地方画 所以我画了 那肯定就不行啊 只要你拿出足够的原因啊 因为光源在这里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应该是鼓起来的 我们这样去画了阴影 那它就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出发 去判定一下自己的画面 到底是不是对的啊 接下来呢 我再说一说 投影的这个画法 就是整体的投影的画法 我们还是 就是在底下新建一层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颗粒笔刷 这个颗粒笔刷 我不用这一组了 用这一组 颗粒噪点啊 这个笔刷 实际上给大家这个 第三课程专用笔刷 就是从我们商叉笔刷里面 提取来 提取出来的几个 只不过改了一下名字而已 然后我们选一个 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 咱们来给它 画出这样的一个 椭圆形 尽量的稍微扁一点啊 如果说太太竖了 你画一个这样的形状 那肯定 肯定不对 我们尽量的让这个投影呢 稍微扁一点 然后呢 越靠近这个角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 再调小一点这个笔刷 着重的把这个角的位置呢 给它加深 然后尽量呢 它以一个比较温柔的 一个方式 形式去扩散到两边 这个就是需要大家 画的时候 下笔一定不要太重啊 你老是这样去画 乱图一通 它肯定就会看上去没有那么均匀 我们要就是轻轻的去画 然后少量多次 这样去画出来的这个投影呢 才会比较的逼真 然后等我们投影都画完了之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角上的这一部分 选择橡皮 把它给擦掉 咱们所有的投影都这样画就可以了 这边这个猫咪啊 它是整个人都趴在地上的啊 整只猫都趴在地上的 所以它的这个投影的位置 就差不多是我用笔这样圈出来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把它这个椭圆圈圈里面的全部都给颜色涂满啊 然后涂满了之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靠近这个猫咪的身体的部分呢 再给它涂得更加的黑一点 越靠近这个物体 颜色越实 越清晰 然后在周围呢 我们就慢慢的扩散出去啊 让它呈现一个均匀的 慢慢的过渡的感觉 都画完了之后呢 还是选择橡皮 把这个 不应该有投影的地方呢 给擦掉 当然这个是咱们去绘制投影的时候 一些小技巧 在我们真正的后面作画当中呢 我们画出来的这个主体物 它肯定都是前面我们上好颜色的啊 就咱就直接在底层新建一个投影 直接画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费尽心力的去处理 还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形状擦出来的 这样一步啊 这一步其实有点多余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处理方式呢 还是必要的 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武师 因为这个小男孩 他是头向右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让他的光源呢 也是从右上方照射过来 这个武师的脸呢 就可以先把它当做一个蛋 啊 然后我们当做蛋的时候呢 就可以给他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 这个位置 先当一个蛋 先给他 概括起来 这些地方全部都是不太受光的位置啊 然后呢 包括这个武师的 这个皮下面肯定也是不受光的 我们直接给他 就涂成一个比较深的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小孩呢 因为受到武师的这个遮挡 所以他肯定有一部分会被挡住啊 然后这个小男孩的头 咱们把它当做一个蛋 画一个月亮形状的投影 接下来呢 把这些手啊脚啊 全部当做一个蛋 然后画好了他的投影之后呢 咱们再画这些手脚在衣服身体上的 投影的形状 就是所有的内容 咱们都得按照 立体感来给他进行处理 这部分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是朝向这个光源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部分 它是受光的 底下这部分全给他处理成背光的 就可以了 这个小孩的动作也有点奇怪啊 还是建议多找一找合适的参考 然后这里也是 就是你想一想哪里会受光 哪里会受光 我们就把这个亮面画到哪里 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会受光 然后这个小腿可能 不是那么会受光 我们甚至可以先把这个阴影啊 先给涂起来 然后呢 咱们用橡皮再把这个 它能受光的这些地方呢 给它擦出来 这样画也是可以的 你就想一想 在当前的光源下 哪里它是受光的 用这样的形式去表达 然后这一部分呢 咱们也可以给它做成一个背光面 如果觉得就是这个背光面 都统一在一个形状里面分不开的话 还是降低一下咱们的明度 把更深一层的阴影呢 给它画的颜色更深一点 用这样的方式区分前后 咱们画画的每一步的处理 其实就是为了区分前后啊 分开层次 然后更进一步的突出主体 然后当我们画到这个程度之后呢 还需要注意一个点啊 就是这个五湿 咱们不能就这么一条线砍下来 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五湿 它身上有很多的结构 我们要放大了去看一看 首先就是它上面这个角 这个角呢 还是根据我们的光源 我们给它画出一个形状来 就是光源是从右上方照射过来的 这个一定不要忘 不要画着画着就忘了 然后底下这些毛呢 就是按照这个光源来 它可能会对底下的这一部分 这个皮产生一些投影吧 然后这个五湿这个毛的地方 怎么画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好像是没画完的意思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画之前把这个结构先画明白 咱们线条可以不好看 但是结构一定要画清楚啊 这里这些毛 该画出来的就要画出来啊 这一部分 画清晰了以后 我们才能更精确的去找 哪里应该是受光的 哪里应该是背光的这些面 你看像是这一个小结构里面 它就是这里应该是受光的啊 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受光的面 画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后面的这个就不算是凸起了啊 都是后面的这些形式 咱们就直接给它处理成背光的样子 然后包括这个位置 上面是一个鼻子类似于这种感觉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当做一个圆柱体 就这整个这一部分都当做一个圆柱体 这一部分呢 全部都是背光的 就你自己去想好这个结构 然后这边虽然说它是比较受光的面 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背光的啊 然后我们这个位置 它其实是就有一点点背光的感觉了 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啊 咱们可以画的稍微的参差不齐 简洁一点点 然后呢 这个眉毛在这个眼睛上面 因为它是两层嘛 就大部分的还是会形成一个投影的 咱们这一部分也要画出来 然后到了下面这一部分 它肯定是是一个向底下的一个面啊 它也是不受光的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也要画出来 然后包括这一部分的毛 这一部分的毛呢 我们还是把它当做一个蛋去画 也就是说被我们圈起来的这个地方是受光的 你想要给它体现这个毛发感呢 咱们就画的参差不齐一点 用这样的形式呢 去把它的这个受光和背光的这个面呢 给区分开 然后这里呢 也稍微的给它来一点点背光 因为光源从右上方照射过来 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形成这个眼睛的投影 会有这种情况会存在 然后接下来这一部分 这部分它是一个胡子 观察一下 应该也是一个圆柱体 可以先当做一个圆柱体来画 那我们圆柱体的这个面 咱们就按照圆弧的面啊 就是哪里应该受光 底下这一部分肯定是背光的 我们直接画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部分呢 你想要去做一些这种褶皱啊 都可以去做 然后这个龙须龙须这个位置啊 湿须的位置 也应该有这个投影存在到这个上面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底下的这一部分 其实整个底下的这部分嘴 它都是比较靠里的 就这一部分它都是不会受光的 我们可以直接去把它涂死就可以了 你觉得哪里可以受光了啊 咱们再给它流出这个光照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形状 然后我们这一部分形状呢 也是建议大家画的稍微的 可以参差不齐一点 体现出它的这个毛发感 然后这里呢 可能也会有一点点 这个阴影的感觉 你看我们这个五十这样画下来 是不是就比之前的 要立体了很多 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两层 两层的那个毛毛绒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上层和下层 继续用阴影进行区分 对吧 分着分着它的立体感就出来了 所以说每一个物体一定要当成立体的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嘴里面 还需要加深的话 那我们就选一个更深的颜色 再把嘴里面这一部分形状呢 给它直接加深 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处理出整个五十的立体感的结构 然后这边这个小孩 他脸是朝向左侧的 我们光源可以让他从左侧照射过来 然后呢我们可以还是先给他 把它当做一个蛋 这是后面的头发 如果后面的头发 你觉得颜色区分不开的话 就再加入其他的颜色 然后头发帘下面会有一个投影的形状 上面呢你可以去给它仔细的去处理成 一丝一丝的样子 头发帘的这一部分 还是得再重新的找参考 不需要画的这么麻烦 然后这个伞下面 我们可以默认它 全部都没有受到光 然后这个伞有可能还会遮住一部分 头发的部分 我们就把这个伞的这个形状呢 稍微的概括一下 都不用那么准确 不准确也是可以的 但你要让观众知道 上面这块可能是被伞给盖住了 我们甚至可以画出一个伞的这种尖尖的这种感觉 反正这里是伞下来的投影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 相当于我们这个部分 肯定是会受到光线照射的 但是这边往往后转的一个面 对不对 这个伞会往后转 然后这个地方 它就可能已经开始背光了 要把这一部分背光的这个面呢 顺着它的这个形状 给画出来 然后接下来 这个头会在身体上 会在这个脖子和身体上 形成一个投影 然后整个人物的身体 这个侧面啊 咱们就直接给它画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包包肯定会在这个身上 形成投影 然后裙子肯定会盖住一部分 腿的这个光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去给它 表示出来 这个包包我们其实可以当一个立方体去画 这个平面就不需要去画什么 像这种斜线 不需要 我们就直接用三个面来表示 如果说画的比较细的话 这个扣子 扣子的下面其实也会形成投影 因为扣子它也是立体的 它也不是印花印在你的衣服上的 它就是脱离你这个 整个的这个衣服的一个立体的东西 然后我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在这些裙子上面画一点这个褶皱 画一点这些小细节 就是如果说你什么都画的比较平的话 咱们就只能用这种比较平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当然也不是说这种比较平的方式不好看啊 上面画的太复杂了 然后下面又画的比较平 那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的统一 要么你就上面也画的平一点 然后我们底下就只用一个一个线条 去把它这样贴出来 我觉得也是很OK的啊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所以呢我们这张图呢 改到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是已经可以了 比较舒服了 比之前 那建议大家呢 通过我们这一次的作业方面的讲解呢 去更好的完成一下自己的作业的画面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儿 感谢观看 再见